我和死对头在家人的逼迫下领证了 新婚之夜 我旋着八块腹肌和倒三角的肌肉线条 你死了吧 叫声老公 给你摸摸 柳如烟直接换上清凉睡衣 好看吧 叫声店 再给你看看 柳如烟说 他幻想过无数字 他要嫁的人身穿意大力高定 单手开着法拉利来娶他 但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人会是我 顾无言 和他对着干了二十多年的死队了 我被我爸按着脖子 压下了车 不像去领证的 倒像是上行场的 他扑驰一下就乐出了声 我白了他眼 柳如烟他妈给了他的脑瓜崩 严肃点嬉皮笑脸的 下一秒笑容转移到我脸上 我妈理了李柳如烟身上的晚礼服 笑得最大声 我就说吧 这俩登对得很 我怀疑眼瞎是会传染的 要不然在柳如烟妈说了一句 不无言要是他女婿就好了后 两家人就越看越顺眼 飞速的合谋 达成一致意见 要我和柳如烟 这两个大龄单身贵族领正结婚 洗劫连礼是不可能的 夙愿深仇 倒是早就结下了 从小柳如烟就看我不顺眼 弄坏我刚拼好的鸡 藏了我的暑假作业 偷偷地在我饭盒里扔沙子 我也不甘心 扯他头上的小白花 说他穿的裙子丑 笑他读书成绩烂 嫌他又蠢又笨像牛蛋 隔壁那只胖的像个球的松尸 都比他好看 主打一个谁也不好过 一路磕磕绊绊 好不容易长大 他开始拆我姻缘 有姑娘给我表白 他就造谣 我死扣 送女孩的礼物 顾超过9块9 一条内裤缝缝 补补穿三年 一双袜子穿成立体 我也不甘示弱 他没喜欢一个男生 我就竭力地收集别人的黑历史 上上上一个男的我说 那人一个星期不洗澡 上上的男的我说 他有三个女朋友 上一个男的 终于过了正审 一身正气 第一次约会 我半路杀过去 装成他脑残爱流口水的弟弟 硬生生地棒打鸳鸯 吓跑了对方 对此 我和柳如烟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 反对 21世纪 拒绝父母包办婚姻 三天后 我们一起来到了民政局 他说都怪我爸妈给的太多了 我名下的两套大屏 曾转到柳如烟名下 我车库里的三辆跑车过户给他 我银行卡里 三百来万的存款 拨到柳如烟账上 以及我爸妈给的彩礼并算 一夜之间 柳如烟跨入富豪阶级 我跌入底层 柳如烟得意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 父母之命没朔之言 你就从了吧 我欲哭无泪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件事情上 达成一致意见 半个小时后 两边父母捧着鲜红的结婚证 连带着户口本揣得严严实实 互相道喜 相约去庆祝一番 只留我和柳如烟 站在人来人往的民政局门口 风中凌乱 以及我们俩被胡乱打包的行李 老婆 那我们现在回家 一声老婆叫得无比顺口 柳如烟跳起来给了我屁股一脚 没了你了 上次打赌书了 被安排到两家安排好的新房 位于市中心江边的三百坪豪宅 里面除了大面积的落地窗以外 还有台面朝滚滚固水的浴缸 我甚至都想好了一边泡着走 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欣赏夜景的美好时光 哇哦 如果有小妹给按摩下就太美了 我不禁伸开双手 拥抱新生活 回过头 可美好没维持五秒 当柳如烟看到我将海绵宝宝 大裤衩挂进衣柜 这还是她从三亚给我带回来的 你挂在主屋干嘛 你睡次卧 她揉了揉额头 你什么意思 我看了她一眼 就开始脱衣服 先是西服外套 然后是衬衣 一件一件 露出八块腹肌和道三角的肌肉线条 小样就隔着身材不迷死你 一米巴巴的身高 配上精壮的身材 堪比明星的脸蛋 是个女的都很难不行动 她好像脑门开始冒汗 脸也红了 你死了吧 叫生老公 给你摸摸 她嘟闹着这种人真的招人厌 荡漾的心 瞬间被攀比占据 一身好战的血液叫嚣着 她三下午除二的扒出一套 清凉道不能再清凉的睡衣 从卫生间出来后 我看直了眼 她满意的将玉袍合上 一屁股坐在床尾 敲起了二郎腿 好看吧 叫生电 再给你看看 好身材谁没有 就我这漫画身材 前突后翘 个外面 谁看了不得先举三分钟以示尊敬 我要留笔血了 连话也说得知之如误 你你自己买的 她气焰正盛 小姑子送的呗 可真为你着想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个大盒子 将里面小孩隔屁套 到了一床 彼此彼此 小舅子带你也不薄 这点用完人也没了吧 我不仅要天天跟你睡 还不给你碰馋死你 她一听气炸了 从床上蹦了起来 老娘撕了你的嘴 我越南无数 就你这撒瓜俩早 根本入不了我的眼 什么越南无数 巧了我人送外号少女杀手 就你这样的 连我还选过不了 她一个飞毛腿 施展练了二十年的九阴白骨掌 我不甘示弱 小时候扯辫子那套也搬了出来 一阵鸡飞狗跳 从床下打到了床上 我一个没站稳 一个攻击打鸣 伴随着鲤鱼打挺 从床上蹦了下去 紧接着是一阵剧痛 这次真不是装的 轻微骨折 休息半个月就好了 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 医生透过眼镜 滴溜溜的眼珠 在我们中来回的转动 饱含深意 谁也想不到 我的好小舅子 在床上放了核桃 花生和板栗 全是硬货 我跳下床的那一刻 闭上一颗帮硬的核桃 就盯上了我的脚踝 半戳戳的给我来了一下 新婚之夜 成功的将我送入了洞房 病房 他拨通了柳志远的电话 别人新婚之夜 都是放花生贵人红枣 你倒好放什么核桃板栗 撒得别人都是早生贵人 到你姐这儿 就是早造盒子 吼完柳志远 他将电话递给了我 骂了他就不能怪我了 我接过电话 谢谢你 小舅子 心意我领了 敢明我跟你姐 一定加油努力 生个十个八个魂小 他一把掐断电话 冲着我骨折的脚踢了一下 我顿时痛的表情都扭曲了 求助的看向站在旁边的邝威 威哥 帮我打电话给傅连 就说家报 邝威翻了个白眼 恶心 他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兜里 少给我玩总裁医生朋友的戏码 除非要死了 否则别给我打电话 这话是对柳如烟说的 我痛得呲牙咧嘴的时候 柳如烟第一时间 联系了身为医生的邝威 在诊断室门口 摘下口罩和压舌帽 轻轻地撩开长发 露出清纯淡雅的脸 和微红的眼圈 无烟哥哥 你生病了 是炙手可热的心境小花 陆婉玲 这小姑娘 我们都比较熟悉的 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主演的步步影片反响极好 我捧了三年 便名声大爆 已然是下一届影后的种子选手 柳如烟熟悉的地方在于 这个小姑娘 是她给我推荐的 陆婉玲小跑了进来 眼眶里弥漫上水汽 无烟哥哥 你怎么扭伤了 要不要紧 我顿时警令大作 你不在片场拍戏 来医院干嘛 陆婉玲检查完 我包得严严实实的脚踝 又去问医生伤得重不重 多久能好 饮食上要记心阿玛 什么时候来拆石膏呢 旷威撞了撞柳如烟 烟身晦暗不明 我顺着视线看了过去 邪药方的医生手一顿 直起了耳朵 我给哪位交代 我与柳如烟一口同声 她 我指着柳如烟 柳如烟指着陆婉玲 我立马戴上哭腔 老婆 你不管我了 我颤巍巍的忍痛站起来 伸出的手刚好被陆婉玲扶住 无烟哥哥 我扶你 旷威冷笑一声 哼 有趣 陆婉玲脸色微变 很快的调整过来 无烟哥哥就交给姐姐照过了 她垂下头 带着些许忧伤 我抽出手搭在柳如烟肩膀上 挪过身站在她旁边 金像奖再进你好好的准备 陆婉玲猛的抬起头 视线扫过柳如烟 眼里迸发出光芒 我一定好好的努力 拉到影后 她像只小白兔 蹦蹦跳跳的 跑着去缴费拿药 柳如烟好思乐的轻松 黄威将柳如烟拉到一边 别人都是新官上任三把虎 你顾太太上岗第一天 就被竞争对手挑衅 柳如烟一脸无所谓 只要钱到位 我伺候小三坐月子都行 黄威竖起大拇指 格局真大 不过她话音一转 我看古无烟这老婆 叫得倒是情真一切 这回可是旁观者迷 当局者清 我和柳如烟 多了这么多年 我要是连这点调侃的意味 都听不出来 岂不白活了 柳如烟是不放过一切 能恶心我的机会 当然我也是 不过 旷威话音又是一转 你什么时候开始拜金的 暗于我脚扭伤了 原定于一个月后的婚礼 无奈被推迟 两家人传达了深切的问候 可可惜 问候是希望我早点养好伤 可惜是生怕 时间异常发生变动 对此 他们又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柳如烟全权照顾我 美其名曰 培养感情 他妈亲自下厨 熬了猪脚汤 要她送到我公司 结果她连电梯都上不去 我和柳如烟的是 没有刻意的隐瞒 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 婚礼通知的 也都是关系比较密切的 前台拦她的时候 她也不意外 掏出手机的间隙 就看到陆婉玲走了进来 戴着大大的遮阳帽和墨镜 提着外卖盒子 看到她的瞬间微微的一论 然后朝电梯间大步的走去 前台在身后发出一声忧叹 陆婉玲又来了 但凡顾总在公司总能碰到她 前台朝柳如烟唏嘘一声 你不是说你是总裁夫人吗 怎么陆婉玲不认识你 她可是公司一姐 我看又是一个想勾搭顾总的 这个月都来十多个了 前台悄悄的问柳如烟 你是不是想红 来找顾总当金主爸爸 柳如烟开始咬牙琢磨着这个 又自食 我的助理终于连滚带爬地冲了过去 夫人不好意思 让您等久了 她声音挺大的 大厅里的人都看了过去 一瞬间安静下来 顾总刚在开会电话进您 所以没听到 您这话来 她还不知道 等会儿她看到您准开心 柳如烟进来看到的场景就是 我和陆婉玲面对面的坐着 共进午餐 有说有笑 她好像不太开心 办公室的门没关 我们就这么对市场了 王特助表情都变了 她提过保温杯 走了进来 倒是我来的不巧了 早知道她来我便不来了 我撑着桌子 赶紧去拿拐杖 姑奶奶 今天不演鲁之身 改演林黛玉了 我看了眼保温筒 带了好吃的 怎么不提前给我说 陆婉玲插不上话 想来扶我 我架好拐杖 赶紧绕过她的双手 她摊着双手站在原地 尴尬得满脸通红 柳如烟绕过我 一屁股坐在我的位置上 我看你也用不上 不都吃饱了 嘿嘿 还乐着呢 咱妈炖的猪脚汤 太香了 我咬了一块塞进嘴里 老婆一起吃点呗 陆婉玲走了过来 给柳如烟拿了个空碗 对啊 姐姐一起吃点吧 我点了些 无言哥哥爱吃的菜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下午没谢 我问道 陆婉玲一愣 下午要去拍 与军行的定装照 那你还在这干嘛 陆婉玲愁愁一下 朝门口走去 对小姑娘这么凶 还是说 在我面前 对他们都这么凶 吃醋了 她掏出手机 只是看你这个海王手段厉害 想学几招 她打开相册 你看我这几个男朋友 怎么平衡 让他们和睦相处 不闹分手 我瞬间血气上游 我妈的电话来得很巧 刚好赌上我爆发的语气 她在电话里说道 如烟你们今晚有空回来吃饭吗 炖了排骨绿豆汤 柳如烟最爱的一道菜 而我最爱的菜 是丈母娘炖的猪脚汤 高考那段时间 压力特别大 两边父母每天都会炖这两个汤 丈母娘那时还是留母 给我送 我妈给柳如烟送 每次喝汤 我就会在旁边叙叙叨叨 等我有了女朋友 这汤你就喝不到了 我妈说了 这汤只会炖给我女朋友喝 除非你嫁给我 不然柳如烟不屑一顾 想得美 我顿时与色 谁瞧得上你是的 如今无论想得美不美 是不是瞧不上 她真的嫁给了我 我看了柳如烟也 她含着笑 乖巧地听着我的话 连连点头 行啊 我们早点回来 挂了电话 我点了一下她的鼻子 丑媳妇 晚上带你见公婆 她好像被我突如其来的轻易 吓了一跳 呆呆的没反应过来 气氛凝固 一股燥热升起 连带着呼吸都有些不顺着 我俯过身去 暗哑着嗓音 眼神却落在她耳边 看她脸颊一点一点的变得粉红 怎么不说话 被歌迷倒了 许事我靠得太近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以前哪怕是被她掐屁 也没觉得暧昧 如今只是点一下鼻头 就浑身别扭 我眼神下移 我真的想轻下去 我忘了我还拄着拐杖 啪 是拐杖落地的声音 我支着椅子把手 单脚跪地 扭伤的脚努力的后台 刘特柱猛地打开门 又猛地捂住同龄般的眼睛 打 打扰了 将我扶下后 柳如烟饶饶有兴致地欣赏了一番 扎巴着嘴 问我 你刚才是想亲我 我才不会说 放屁 小爷才不想亲你 他黑黑笑道 瞄准我的嘴巴 朝我一扑 将我按在沙发上 一只手捏住我下巴 你干嘛 亲你啊 我一愣这是什么操作 不自觉地舔了一下嘴巴 微微地闭起了眼睛 柳如烟笑贪在地毯上 你在等什么 等我亲你 我才反应过来 柳如烟 你逗我 略略略 他朝我吐了吐舌头 气得我拄着拐杖要打死他 直到一路打打冒冒地回到我家 我妈给我们一人两个脑瓜崩 才消停下来 你们俩都结婚了 能不能成熟点 说吧 这次又有什么冤情 柳如烟语气一扬 妈 他想亲 话没说完 我妈疼得站起了身 你叫我什么 柳如烟有点懵 试探着又叫了一声 妈 我妈想亮的答应了一声 一把拉过柳如烟的手 从包包里 掏出两块黄金 塞进柳如烟手里 乖孩子 这是给你的改口费 两块重达一千千克的黄金 沉甸甸地躺在他的手心 压得他脑袋发昏 叫你们回来 本来是说给你买五斤的事 我眼光老旧了 怕你不喜欢 我就买了金条 你喜欢什么样的找金店自己做 说着我妈 又塞了柳如烟两块 柳如烟声音颤抖 妈 使不得 诶 我妈激动地应了一声 又加了两块 一时间 柳如烟躲躲躲不住 妈 够了够了 诶 伴随着我妈的答应 又是两块 她那拖拖包 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一样 一直掏没有底似的 柳如烟早就捧不下 一股脑地堆在沙发上 妈 嗯 我一把捂住柳如烟的嘴 别叫了 再叫 咱家要破产了 柳如烟甩开我 一把握住我妈的手 是顾无言的就行 柳如烟郑重地点点头 吃过晚饭 柳如烟找了塑料袋 装起黄金就拉着我回家 一到家 便迫不及待地将我推倒在床上 三下五除二 将我上衣包了个干净 混乱中 她乘机在我腹肌上 狠狠地摸了一把 我握住柳如烟解皮带的手 声音颤抖 你干嘛 柳如烟回答得干脆 造人 我拦下她解皮带的动作 等 她面色一变 撇了撇嘴 倒在我身侧 不愿意算了 不是我有个问题 我就是想问问 你手机里那几个男的 真是你男朋友 她嘿嘿一笑 之前给予军行挑的男主角 我心下窃喜 咳嗽了一声你 你不来了 柳如烟脖子一缩 啥 我抬了抬扭伤的脚 脚扭了不太方便 要辛苦你了 我试探着戳了戳她的腰 挠了挠腰间的羊肉 柳如烟忍不住轻笑一声 腰间的手瞬间大胆起来 我扶着她的腰 引导她跨坐在我的腰上 天 再想起的第三次 柳如烟忍无可忍 示意我先接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 才撤回一只手 拿起了电话 接通的瞬间 暴躁的嘶吼 你最好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 不然弄死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传来了刘特柱可怜巴巴的声音 顾总 陆小姐从微压上摔了下来 找医生啊 找我干嘛 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报警啊 对方是嘉诚的一人 嘉诚的老板已经赶过去了 您看需不需要去打个照面 我无奈地扶上额头 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好 柳如烟识趣地从我身上翻下来 躺在一边调整呼吸 我满心无奈叹了一口气 拖着病腿 亲了亲他的脸 我和嘉诚的老板 还有别的合作 不去不行 很快就回来 他眼神哀怨 我问你会等我吗 回来我们继续 柳如烟翻了一个白眼 我扒着门 要了个满意的打火 还急冲冲地离开 结果这一等就是半个月 李时柳如烟 被邝威拉着是婚纱 就在他拉不着后背的拉链 请店长帮忙的时候 电视里传来了陆婉玲的声音 柳如烟藏着后背 听完了他这段自信 又羞涩的财子 一路走来 我要感谢一个特别的人 他将我拉出泥潭和沼泽 带着我走向舞台和聚光灯 帮助我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 是良师是异友 是天使也是良人 过去无法采与 未来我想和他携手共进 他带着深深的笑语 喊出我的名字 他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无言哥哥 柳如烟只觉得头晕目眩 邝威眼急手快地关上了电视 还顺带掐上柳如烟的人中 深呼吸 别气 他单方面发言 不代表顾无言的意思 柳如烟却难难道 顾无言是谁 娱乐总裁 陆婉玲是谁 大众明星 没有顾无言的默许 陆婉玲敢公然说出告白式的发言 没有顾无言的袒护 陆婉玲会出现在医院 会和他在公司共进午餐 邝威你说这话纯属自欺欺人 柳如烟八下婚纱 我负责抢救 再给你找个律师朋友 少管两年怎么样 柳如烟简直被气笑 晃威悠悠的说道 其实你是喜欢顾无言的吧 你柳如烟一身反骨 你不愿意 谁能逼着你去领证 去世婚纱 柳如烟颇颇有些无力 张了张嘴 下意识的反驳的话 却说不出口 晃威努力的抢救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我觉得顾无言还是喜欢你的 这么多年 你俩不都没谈恋爱 兜兜晃晃 还领了证 和柳如烟对着干了这么些年 大家一开始还以为我们有什么 几次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后 大家渐渐的也没了这种心思 柳如烟笑了一下 他要是喜欢我 我这辈子不碰男的 啊 什么 我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柳如烟说什么 什么不碰男的 晃威举着电话 顾无言说你不接电话 打我这儿了 要不要听听顾无言怎么说 我在电话这头吼 柳如烟 你别听网上下说 我还有两个小时三十六分钟到 我当面给你解释 网上已经炸了 热搜上了一条又一条 陆婉玲告白是发言 全世界最好的顾无言哥哥 陆婉玲顾无言灰姑娘 照进现实 热搜撤一个上一个 饶是王特助撤得再快 也赶不上舆论发酵的速度 总裁和女明星的故事 就像是现实版的言情小说 一个是从大山里走出来 单纯的像一张白纸的灰姑娘 一个是翻云覆雨的CEO 将灰姑娘从龙套里挖掘出来 一路扶持 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演员 这样的戏码 本身就自带话题感 陆婉玲连发了三条微博 第一条是她18岁那年 在剧组跑龙套 被顾无言挖掘 从此在波云鬼爵的娱乐圈 有了靠山 第二条是她和顾无言 相处的点点滴滴 片场探视演技指定 以及撕下一些两人相处的照片 第三条是她近年来出演的电影 以及提名金像奖 配文 这一次好像可以光明正大的 站在你身边 上千万的转发量 赞叹他们的神仙爱情 还有零零碎碎的提出质疑 现在官宣都是一个人宣布了吗 顾无言怎么说 王特助实在太忙了 一边要安排公关 一边给柳如燕汇报处理禁止 就像是在发工作日记 搞得柳如燕手机 一直响得不停 本来不想看的 被迫着全程吃瓜 我妈只有一个电话打给柳如燕 我相信顾无言是不知情的 但顾无言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她就不配和你在一起 有人发出我和柳如燕结婚请柬 你们没接到通知吗 新娘不叫陆婉玲 犹如冰水里掉了一颗烙田 瞬间激起千层浪 热搜里多了 柳如燕三个字 人人都在猜柳如燕是谁 勤俭的真实度也被质疑 晃威冲柳如燕竖起大拇指 妮卡皮巴拉附身吧 情绪这么稳定 小三都开大了 她巴拉了柳如燕一下 你到底是血槽后 还是已经在谋划 让顾无言近身出户了 其实都不是 柳如燕是想明白了 我妈早就把标准答案都给出来了 柳如燕诚恳地建议到 整盘花生米下点酒 酒还没整上 陆婉林到来了好几通电话 想到她 柳如燕就一肚子的火 想不到她有什么好话说便没接 打了四五次她泄了气了 网上开始出现大量 关于陆婉林和顾无言同胖的内容 包括在医院里 在公司吃午饭 以及我最近和她在一起照片 柳如燕磨牙 原来顾无言这小半个月都在陪她 连带着我在医院里拆石膏 都是陆婉林在一旁紧张地陪着 不断地爆出的照片 好像无一不证明了 陆婉林是小花白 是真爱 是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关键是陆婉林给这条内容点赞 瞬间将热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但清一色的祝福里面 开始出现反驳的声音 故事娱乐怎么连个声明都没有 故总就是这样 让女朋友孤军奋战的吗 此时我的车程还有半个小时 范威开始科普了情绪过激 导致婚厥的急救要点 又指点了几处不伤及要害的地方 并表示总裁医生随时待命 哎呦 要了命了 柳如烟打了个哈欠 将她撵走 开始洗漱 等柳如烟洗完澡 准备看看网上刚出我们三人同名小说的时候 我终于回来了 老婆 我强硬地将她抱着我的腿上 圈在怀里 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用脑袋蹭她的脖子 刚好挡住她看小说的视线 柳如烟无奈地关上了手机 我和陆婉林一清二白 干净的不能再干净 网上的事情都是她自作主张的 经纪人一直联系不上她 才让她胡说八道那么久 照片和所谓有迹可循 都是捕风捉影的事情 你千万别相信 这半个月 我真的是在出差 和她同框 都是为了和家常的老板解决那晚 在片场的发生的意外 在医院纯属 是她自己跟过来的 之前 我确实存了利用她让你吃醋的想法 但试了两回 我更怕你更不待见我 就没这么干了 柳如烟熬一声 我忐忑地对上她的眼睛 我就完了 没一点其他的反应 她刚开口 就被我擒住了唇 我轻轻地碾压一遍 含糊不清 伤我的话就别说了 她拉开距离 看着我不安得眉眼 心中易软 顾无言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打着欺负我的名义 拆散我这么多姻缘 还不老实交代 我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 去年吧 真的吗 那你日记里写的可是 十八岁那年 你什么时候看过我的日记 看着我炸毛的样子 柳如烟不离摸上我柔软的耳垂 她凑近我 念着我日记里的原话 哦 她是天上的明月 映照在我的心间 我一整个震惊家崩溃 柳如烟接着说 距离婚礼 还有两个月 陆婉玲你处理得好 就是你的聘礼 处理不好就明正局见吧 我心中大喜 可以挽回 柳如烟接着说 我没回应就是想让你处置 老婆 你就看我的诚意吧 看着软萌的她 我的嘴和手开始作乱 大半个月没见 好想你啊 给我亲一下 她跳开 事情还没办 就想要奖赏了 我一把拉住她 就亲一下下 网上的热度不减 沉浸几天后 网上大部分开始讨论 顾无言 为什么没有一起官宣 陆婉玲像是唱了一场独角戏 再次见到她 是金像奖颁奖当天 柳如烟来公司接我 陆婉玲被拦在前台 不让进 她见柳如烟进来 没了往日的神器 忐忑地拉住柳如烟袖子 姐姐 你能让我见顾无言哥哥一面吗 柳如烟对她很失望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见柳如烟不为所动 她开始小声地抽气 柳如烟抽了一张纸给她 擦擦眼泪吧 颁奖典礼就要开始了 柳如烟作为特邀嘉宾 和我坐在台下 等到最佳女演员的揭晓 流程进展得很顺利 直到揭晓前 组委会说到 就在昨晚最佳女主角的人选更改了 原定的女演员被取消获奖资格 组委会一致认为 演技只是最佳女主角的考量的一部分 而道德和品质则是衡量的底线 最佳女主角应该给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引领行业发展 因此 陆婉玲女士被取消评选资格 会场上一阵哗然 在演艺界最高领奖台上 公开点名批评 陆婉玲的演艺生涯已然到头 与此同时 故事娱乐一连发表了三个声明 当年挖掘陆婉玲 并向故事娱乐推荐的人是柳如烟 顾无言与陆婉玲只存在上下级关系 绝非向陆婉玲及网上所说 将对部分造谣者提起公诉 即日起将同陆婉玲解约 第三条则是一张图片 我和柳如烟的结婚照片 还被运营小哥配文 别再问柳如烟是谁 俺们老板娘 上面是我和柳如烟 穿着西服和晚礼服隆重领政的照片 网友纷纷评论 陆婉玲在干嘛 你一直操作 入戏太深 有意想证 陆婉玲好一招破釜沉舟 想一招逼走原配 没见过领政穿晚礼服的 只有真爱才这么重视吧 顾总酝酿这么久 拉了泡大的 而与军行剧组也在同一时间 发出与陆婉玲的解约声明 与军行 这本书我写了三年 改编成剧本花了两年 喜欢她的读者上千万 女主角的扮演者 我在一早就内定了陆婉玲 即便她这次拿不到最佳女主角 凭借这部电影 她的咖位也会再上一层楼 只是可惜了 组委会揭晓了最佳女主角后 再次宣布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与军行的女主角 将定为今年的最佳女主角 合约将由我这个编剧亲自递上 在聚光灯下 我聊起柳如烟的裙摆 护送她一路上台 还悄悄地嘱咐她别紧张 我接过话筒 我太太一直在幕后写小说 改编剧本 第一次出现在台前 如果她因为紧张说错话 请大家多多包涵 柳如烟难为情地 戳了戳我腰间的软肉 这一幕也被媒体截取到 成为当晚的热缩之一 我和柳如烟 以及金像奖颁奖典礼包园了热度 而陆婉玲的故事 也在此刻画上了句号 大众可能会唏嘘一阵 但很快的就会散在时间里 没有人在乎她的之后 我和柳如烟的婚礼如期举行 不同的是 临时又邀请很多人已经没提 直到婚礼结束 我还是很激动 总算是获得了正式编制 拆新婚礼物前 我多了个心眼 掀开被子 把床上扑得枣子 花生都扫出了屋子才放下心 我忽然问她 老婆你什么时候喜欢我呢 柳如烟缘缓缓说 18岁那年就喜欢你 你估计会以为我是疯了 那时我开始给我妈洗脑 女婿想不想要 孙子想不想抱 她白了我一眼 关我屁事 你喜欢男的都行 绝望后来我以亲闺女要挟她 她总算松了口 妈帮你去提亲就是了 陆婉玲事件那天 我婆婆其实还做了一件事 给了我一本你的日记本 里面记录了 你对我所有的小心思 总结起来就是 打是亲 骂是爱 原来这些年 你对我真存了这样的心思 而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你的呢 大概也是18岁吧 你站在篮球场 投进一个三分球 冲我吹口哨的时候 少年明媚 宛如续人